在本届亚洲通用航空展上 空中皮卡的短距起降运输机首次在中国亮相 空中皮卡是由中外团队联合研制的全新飞机 也是从欧洲起飞通过空中转场前来珠海 参加2023亚洲通用航空展的第一架飞机 在深圳展区呢我们就看到了首次在中国亮相的多用途运输机 它叫做空中皮卡 它既能载人又能送货 加满一次油啊可以飞行2000公里左右 还能胜任高原雪地等恶劣条件下的短距离起降 那个飞机啊长得跟这个展会里绝大多数飞机不太一样 它是个厚三点式的布局 前面有两个特别大的古路 就有比较好的越野性能 能上高山能上草原 这个位置呢装上雪橇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雪地起降 如果装货的话能装1350公斤 还可以作为跳伞用飞机 应急的时候我公路栏一块 在200米左右的跑道 我的飞机就能去 解决投送问题 解决到达问题 能上去体验一下吗 可以啊 请 这个驾驶杆还有两个舵 这几个屏幕呢都是通航用的电子屏幕 还有外接的摄像头 在滑行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这个外边的这个场景 这是油门 油门杆推下去之后发动机就快速地转动 飞机呢尾轮先翘起来 然后飞机就飞起来了 前后是来控制它的上向 对扶仰 对 然后左右是滚转 滚转 对对对 然后舵是这个方向 望左看望右看 对对对对对 那咱们现在这款飞机的这个 研制进度到什么 我们在欧洲的试飞已经做完了 之后呢我们将造中国国内的原型机 以及按照这个中国国内的要求 进行取证的验证飞行 这个从欧洲飞过来 一共飞了35个小时 也验证了它的可靠性 一点问题都没有